超大块厚实鸡排裹粉后丢入油锅 外衣炸得漂亮金黄再撒上胡椒粉 这一大块吃上一口有多满足 酥酥脆脆的口感伴随肉汁在嘴里喷发 这不就是吃鸡排的终极美味吗 但有民众只是想享受吃鸡排的快感 却换来一场空虚 一块薄薄的鸡肉被夹在厚厚的榨粉中间 民众PO文抱怨 自己在桃园南侃花了80元 以为买的是鸡排 没想到却买了一张鸡肉纸 仔细看这面皮都比鸡肉本体还要厚了 真的是吃了个寂寞 天文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不少人都反酸 这鸡排吃的是刀工 老板真的有下功夫 技术这么好 薄成这样也能炸 果然是鸡排界的最高境界 不少网友也发出自己的鸡排照 75元的厚度完全不能比 果然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但确实现金的物价飙涨速度相当惊人 鸡排定价破百元的店家也大有人在 但花了80块却买到一片裹了面衣的肉质 也难怪消费者无法接受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